马总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吴伯雄主席 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意涵 是去安抚吴伯雄对于今天爆派 他兼党主席这件事情 还是去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呢 我们就此打住 不会再继续进行下去 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比较高 我觉得他们今天大概讲 我们胡党一向是合作无间的 你做跟我做都一样 其实我们一向合作无间 但是马英九到底要不要兼党主席 现在还是一样嘛 言之过早 不过吴伯雄一定问他这问题啊 你这个是真的要做还是不要做 那他会怎么讲 刚刚苏伊奇讲说吴伯雄这个党主席做得很好 这一点我是持保留意见了 一个党弄到最后八个副主席 然后呢一个台北县县长 民调那么差你现在推不出去的人 你准备要怎么选 你说党主席有看得多好 我不太相信 那我是赞成马英九 他假如觉得说 今天党主席对他来做比较方便 譬如说我今天党主席 对不分区的立委提名有影响力 那现在国民党分区的立委修理他也就算了 不分区的像邱毅这种 你要视党义为你的意见了 多一天到我修理马政府 那这种我如果当党主席比较好做的话 我是建议他当的 所以为了邱毅去当党主席 对不分区的以后怎么自己 服从党义的再来弄 不过胡大哥怎么看马总统这个动作 到底是去安抚他 因为吴伯雄一定要问的啊 你这个是真是假是放空气 还是我真的要去拿机会吗 当然是去安抚 毫无疑问的啊 这吴伯雄今天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 台面下的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弹 不只是报道而已 强烈情绪反弹 逼死马英九 其实以总统之尊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 包括说他扬言要接党主席 说去是很不妥当 你没担心不行 你担我嘛 国民党就谈反床 宋主席讲话 现在大家开始反弹了 我想那姜米坤都要安抚了 就说没有没有这回事 下一个行程是还机会 其实我引用历史家一句 类似行话叫做 凯撒如果在卢比克河办 犹豫不决 他就再也不叫凯撒了 因为凯撒度过卢比克河 要职攻罗马嘛 他当最后决定了 你这边犹豫不决 要进退失去 那就不是凯撒了 今天马英九你要 就去就要就好了 我不认为他今天敢要了 他没有这回事 他没有这回事 误会 纯属误会 人家什么报都误会 那这样下去 我怎么说 你这假的 你蒋经国纪念一个礼拜 结果是 人家蒋经国也 这种不能收回成命 人家看话卡手 王近平也看话卡手 江明国也看话卡手 所以本来大家都想逗 他要来了我们要当真 结果 结果没关 不要接党主席了 打反弹就好 就你的抗压性被人家看出来 同样的 我们也看出来了 那北京看出来没有 北京一定特别注意这一段 原来你马英九这样 那以后谈判 那我知道我加码逼你退 我觉得这时候大家都在解读 我觉得马英九这个事 实在有欠失利 我不解释这时候是 之前谁放话了 当然你是把他点 你问问你把他点破了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 赶快拿一个 拿他灭火器灭火 这样像一个领导者吗 这是我们的怀疑 而且我要补充东兴哥的一点 就是说就是 马英九的那个问题里面 就是说像我记得您是礼拜天 主持人专访他的 那个访问是有一点时间了 比较早一点 那礼拜天播出来嘛 礼拜天播 礼拜天播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因为隔天的日报 我没有看到反应 因为任何人听到 那段访问的对话 都会觉得有点 玄外之音在那里 结果礼拜一日报没有反应 礼拜二被反应出来 显然有人去提醒 提醒说有这个东西 所以希望报纸能够把它做大 那不管是拍马屁也好 或者是运作也好 以就马英九的领导来讲 你领导一个政府 你的团队里面 你这样做事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个不成熟的人 甚至是不是 有点让人家心寒的人 就处理人事问题是要很细腻的 那就像 更不要讲说中共怎么看 那你今天你做成这个样子 就像我们会觉得说 马英九谈树摊 我相信你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决定你没有这个做法 你处理人事一样 有想法没做法 你拿那个党主席又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要把政务做好 就像我们刚才 比如我们前面讲二次金改 金管会有一个高官 他曾经讲二次金改 做一个比喻 他说二次金改的问题 就好像怀孕 生下来了 可是我用他的比喻 做个形容 就是说 你知道二次金改有问题 但是呢你也知道他怀孕了 你再还没生 然后你发现他可能是畸形额 你应该趁他还没有生下来之后 赶快做人工流产 不要留下后遗症 那马英九的政府是怎么样 他知道这是个畸形额 就摆在那边不管不作为 然后拖在那边 大家累死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美式陈总好都讲这个例子 因为没时间我就不反驳了 所以吴伯雄 不公长不公短 我刚刚讲他没有功劳 我认为他没有功劳 但他自得有苦劳 打选战也有苦劳 他顺这个谁多做有党主席 那你说安排个海基会 董事长让他儿子当县长 真的是已经给你分享权利了 我觉得吴伯雄应该之所进退 那当然马英九的这个处理 各位前辈都说不够细致什么的 我也都同意 但是毕竟他不是生下来当总统 我帮他讲一句时代话 就说那就学习嘛 学习怎么控制这些人 那把这些老贼通通赶走 通通把他丢去历史山洞 我认为那个才像是当总统 江俊德我要讲一下 这个江明昆的儿子 他是国务院特许的台湾独家代理 一般人是拿不到这种东西的 不过晚报是有个澄清 他说不是特许 那至少是独家代理 我只问大家一句话 江俊德爸爸不是江明昆 他拿得到这个吗 他爸爸说不是江明昆 说那好了 那江俊德你说 因为他说赔钱嘛 那不然给我啊 你赔钱那你代理权送我好了 我来代理啊 我来赔啊 不要再装了嘛 所以我说用这些东西 他们在分享什么 他们国民党同一执政之后 就是有人在分享权利嘛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要求马英九 去做一些相关的改革 对我们民众有利的改革 你们要分享权利可以 吴志阳跟桃源县长可以 海军会董事长给吴博雄干 我也都没意见 但是你要把真正那些 党政运作权利 由马英九去全权负责 这个权利可以分享 但是权责要统一啦 好我们先进广告